我是说比自己的儿女还好 他们照顾我们无为不知 我很感动 3月21号 84岁的刘婆婆走出武汉新月医院康复医站 与日夜照顾她的医护人员一一惜别 康复医站是出院患者归家的最后一站 根据要求 患者需在此接受14天康复隔离 确诊无恙后方可回家 与其他康复医站不同的是 武汉新月医院康复医站 接收的全是高龄患者 从3月3号至今 该院累计接收百余人 平均年龄80多岁 其中年龄最大103岁 最小67岁 目前在院患者70余人 其中近一半是瘫痪 智力障碍等生活无法自理患者 尤其是夜间 这样讲 夜间看护难度是非常大的 因为老人年纪都比较大 80岁的90岁的 还有一百零几岁的 我们都有收过 那么他们的夜间护理 因为老人的基础并发症 有问题 基本上是凌晨2点钟 到7点钟这段时间的话 是最危险的 应该来讲 我们用我们 像照顾老人 像照顾自己的父母 又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 去想办法去呵护他们 该院44岁的护士田华介绍 这里共有5名医生 9名护士 12名护工 他们24小时三班倒 每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 巡查一次 观察患者情况 除查体温 监测病情变化 防范急重症 抢救转诊等工作外 医护还承担起给部分老人 喂饭喂药 翻身插洗 辅助上厕所等工作 子女不在身边 加之经历疾病的苦痛 很多老人在刚入院时 会有抵触情绪 心理抚慰成为护理之外的 一项重要工作 护工冯梅英称 老人就跟孩子一样 有时需要哄 有时需要陪伴 就要把我们最爱她的这一面 用真情来感动他们 只有这样才对老人 他心里才感觉舒服 每次来都是暴跳如雷 当然过两天 他们就觉得我们很温暖 连续多日在一线沟通协调患者接收 出院等事情 武汉新月医院负责人胡潇华嗓子已嘶哑 他说目前最大的心愿是每一位老人 可以安稳度过14天隔离期 平安回家 我们的医生和护士 我由衷地敬佩他们 也心疼他们 我觉得他们都是心里有爱的人 现在生活都很好 这些医护人员 他也不是说找不到一份工作 但在我们这里来 愿意吃这个苦 愿意去端食端尿 愿意去喂这些老人 就是喂饭 伺候他们 我觉得都是心里有爱 心里有爱的人 才能做得了这份工作 感谢观看